哈嘍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接續來介紹 白鳥澤 卡池裡面推出的兩個新角色 那日服目前是推出到賴劍英太 韓服則是已經推出了天童爵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這兩個角色 到底如何吧 影片最後也會簡單聊一下 這次活動推出的百步賢二郎 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賴劍英太在原作裡面 他是白鳥澤的二傳替補 但是主要上場的時間是作為救球發球員 所以我們在遊戲裡面拿到的賴劍英太 他的大招就是他的發球 那乍一看可能會覺得他是一個小雞穿 畢竟他的大招就是發球 跟雞穿一模一樣嘛 遊戲數值的表現上 他比較出色的當然也就是他的發球 不過拿去跟其他更優秀的二傳手對比 尤其是作為隊伍主將的 像是雞穿或者影山的話 就會發現 其實他所有能力都會略為不如 更一線的二傳 數值上也很明顯 不如自己隊伍的正選二傳白布 發球 除了開出大招的那一球的發球 會比大部分的二傳手要強以外 其他時候一些一線的二傳手 像是硬山或者雞穿 他們的發球能力 絕對是玩爆這個賴劍英太的 那這隻角色技能 最大的亮點 其實是他二傳裡面 有一個可以給後排進攻的二傳技能 那這個技能的擁有者 在遊戲中算是比較少數的 其他像是黃金川也有這個技能 不過賴劍英太對比黃金川就是 他的一些防守的數值 像是藍網 是很明顯會不如黃金川的 那除了他的大招跟這個 給後排的二傳以外 其他的所有技能都偏 比較普通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追求強度的玩家的話 這只角色在目前遊戲裡面的強度 並不是特別高 可能會比一般的路人家角色要好一點點 但是好不了太多 就是如果要追求最好陣容的話 是不太可能會出現他的 好下一次來聊韓服 最近剛剛推出的天童爵 這只角色在原著中 因為他有直覺型籃網 然後人物非常有特色很鮮明 所以蠻多玩家 其實都比較喜歡這只角色 也蠻期待可以抽這只角色的 不過韓服推出之後 不少的韓服玩家 對這只角色的數值 還是有一點點小失望的 這只角色數值最好的 是他的扣球跟籃網 但是這樣的數值 對比其他籃網手的話 可能就跟日向月島是 比較類似的數值 不如目前很多玩家有在使用的 黑尾或者青根的數值 不過如果我們看到這個角色的 其他數值的話會發現 其實他所有的數值也都不低 就是比絕大多數的復攻都要好 但是各項數據幾乎就是 都會比目前最一線的復攻手 黑尾要在低一點點 那這樣的差距在技能上面 可能還會再被放大一點點 那我們首先看到他最重要的籃網技能 籃網技能這邊他 所有籃網技能的數值都比較高一點點 然後其中比較特別的是 他有一個恆高數值的軟籃網 大家如果有用過 踩日向的話 可能知道軟籃網是什麼 就是可以減輕對手扣球 威力的一個籃網技能 再來他其他有正常的籃網 預測籃網 移動籃網跟放二傳掉球的一個技能 大招則是一個正常的籃網 就是大家如果有用過全崗走的話 就是他們的這種大招 就沒有對任何的進攻 有特別好的優勢或者劣勢 就不像黑尾的大招或者青根的大招 都是對特定的進攻會 有比較好的效果 那天童包括大招 總共有六種籃網技能 技能數量上面是不如黑尾的 不過他技能的強度 是比黑尾要高上不少的 那以籃網能力而言的話 我會覺得是僅次於青根的存在 再來就是進攻方面的能力 首先是他的發球 他的發球並沒有任何特殊的 是一個普通的上手發球 接球也是普通的接球手 會有的五個接球技能 數值上面也沒有特別突出 那這兩下能力就不如有扣發 跟多一種接球被動的黑尾 再來傳球就是中規中矩的 兩種傳球技能 那最讓玩家覺得可惜的 就是他的進攻技能 他只有一個金色的扣球技能 是比較特別的 其他一些副攻手 像是黑尾可以扣斜線 青根可以扣直線 日向有掉球也可以扣直線 那比較少的技能數量就是 雖然本身進攻數值不低 但可能也會因此比較容易被攔下來 那最後他還有第二個大招 是可以降低對手攻擊力的技能 好那最後就簡單總結一下 我自己對這隻角色的看法 這隻角色在數字上面 雖然攻擊比手背要高一點點 但其實他的 籃網能力還是比較出色的 他籃網的能力在遊戲裡面 目前我認為是前三的 可能只略微不如青根 但進攻的能力就大幅不如黑尾 如果要選最全面的復攻 我可能還是會選黑尾啊 如果要選最強的籃網 我還是會選青根 他的數值在籃網裡面是排前三的 但最大缺點就是進攻手段 比較稀缺一點 那目前遊戲裡面 我認為最強最好用的復攻 肯定就還是黑尾 天童如果你有 多的需要復攻的位置的話 可以上他 他可能是遊戲裡面前三的復攻 但以強度而言 他不是最強 所以如果你是單純的強度檔的話 是可以跳過等 有最好的復攻的去抽啊 那這隻角色推出之後 就也有一些憨腹玩家比較失望 畢竟不是他們心目中的最強嘛 也有些玩家就蠻希望 可以上升自己喜歡的角色 所以希望有那種像是角色養成系統 就是可以把自己喜歡的角色 培養到更強 就擺脫等級或數值的限制 去加點自己喜歡能力的這種玩法 最後簡單聊一下這次活動的擺佈 他整體的技能 就跟他的原版其實沒有差太多 那最大優勢是對比 其他的 Helfer角色他擁有最高的數值 不過活動角色 如果你不課金是上不了五星的 所以如果你有其他更好的 踩二傳手可以上三星的 最少兩個 那好一點的話 可能三個或者四個的話 百步是可以不去做兌換的 把他拿去換彩色石頭 可以加速你的其他角色上 二星或者三星的進度 不過要不要這麼做就看個人啊 畢竟就是你換的話 就多一個班牙子的角色嘛 可以解一些成就 然後部署性角色 可能也幫助你解一些成就 活動角色可能也可以幫助我們 刷幣刷多一點 但我覺得這些的價值 可能還是不如時刻才是來的划算啊 所以我是會把他換掉啊 那大家就在根據自己 對這個角色價值的評斷來去做 選擇要不要去兌換 好啦那這部影片就簡單介紹完 斑鳥澤新推出的兩個角色 也簡單搖了一下活動的白布 日服還沒有天同嗎 但是下一個卡池的UP 應該就會是天同了 我是覺得斑鳥澤可能所有角色都會UP 那就看官方 後續怎麼出他其他角色池 那希望這部影片對你有幫助 喜歡我的影片 請不要忘記點贊訂閱我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